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初心元宏林 下雨天 没去哪里 就在家里 准备烧饭吃 昨天刘志华送的韭菜 今天韭菜炒虾米 看来老头 一起做饭 陪我聊聊天 哎呀 这段时间我还烦躁 脾气不好 不要脾气不好嘛 心平气和嘛 心情不知道怎么这么糟糕 太糟糕 哎 怎么办嘛 陪我聊聊 跟我分析分析一下 算了 以前 去年嘛 我是去年开始做的 去年做那个自媒体 去月份开始做的 对 去月份开始做的 那时候你说 那我去帮一下你弟弟 我说我去帮 去帮 现在 现在那时候帮了 还有 有点跟那个超市里面的工资 差不多 我挺开心的 哈哈哈 一个月也 也有那个 两千多块钱 三千块钱 那时候真的是好开心 今年 你看 现在 一个月 一千块钱 都买到 九个块钱 花园不可能天天那么红嘛 关键我们要想办法 去年是没有压力 谁认识多少 哎 你在上班 嗯 现在你没上班 还没找到事情做 那个压力 就好像压得我闯不过气了 不许我这个膏子顶着嘛 哎 你担心啥了 我整天 整天漫漫不乐的 开心不起来 要自己找快乐 别想那么烦我的事 我喜欢做自媒体 没事了 我又 想放弃 你自己看着办 啊 你高兴你就做 不高兴就不做 是吧 去年你在家里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没什么事嘛 是吧 那你先去干就干 现在关键是没钱啊 没钱了 我不说要这个养家哈 最起码我自己卡 只要赚上来吧 是吧 什么东西都是在变化的嘛 是吧 你你你我老了 一个都运 好多粉丝说 和你呀 加油呀 你我老了炒过你了 你二十几万 阿拉拉他不一样嘛 阿拉拉人家 海哥的时候那个带了他多久嘛 是吧 海哥大网红 四十把多万粉丝 是吧 随便怎么带一下 都跑到那去都不知道 是吧 致命度要高嘛 是吧 像我 我去做 谁知道我嘛 是吧 是很简单的道理 还是海哥朋友在带了什么哈 不能来 连他们都在质疑 说 那哪里这么快呀 有什么好质疑的嘛 是吧 关键他有话题找老婆 嗯对 现在是一个 大家都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咱不说话了 你又拿了 话题 那我 我现在是 不知不知道去拍啥 本来以前是在家里干个活 是不是 嗯 跟着 那个 你弟弟 接一下出去 现在你弟弟没钱钱 就停在那里 我就不知不知道去拍啥了 有啥也怕啥嘛 你现在不要这样想 啊 收入多少 这个是要随意完的 所以要平时赚钱的时候 不要时劲花 要省着点 大哥 我家到你家真的是各省了 啊 你看看 我那些衣服 吃的 哪样不是我省之间用 你是没没不怎么乱花钱 这个 不是说你乱花钱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嗯 我们平时 该花的地方要花 不该花的地方要省着点 包括我们教育小孩也是这样说的 因为呢 不可能天天有那么好的活干 有的时候说没活干就没活干了 是吧 各种问题就会出现 要有一点处性的观念 所以以前我抓的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就使劲干 干了我手都抬不起来 你也知道 是不是 但你你这样也不对啊 是吧 就使劲干干 干完能能能手都出毛病了 你怎么去干嘛是吧 干了我手都抬不起来 你知道我那时候 用那个石头去把它压 啊 躺到那个竹子竹床上 你看到吗 那眼泪就流下来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你 不准备干 是吧 你不会合理的调节 你自己的状态 啊 一定要把他自己干趴下来 那有什么用 你干啥都是这样 使劲干 这就是机遇 错过这个机遇就没了 那像这样啊 就没这个机遇 如果还有一个什么瞒到 我又会使劲去干 不是这样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要合理的安排 人家干一年干两年干三年都没事 哎 你干一个月就干了八价了 你觉得你这样做的对吗 可以 你叫我一只 道一只 啊 跟刘也有意 你也反正你不一点操心 你不要去拿你打听一下 啊 我打听有啥用的 要他自己努力才有 刘子 你看看刘子这样子 勉腆不爱说话啊 看到女孩子脸红的了 他难找到老婆 你要学我大哥 你看我大哥跟那两个儿子 你的东西去春风上 找的那两个媳妇给他 明天盖子我去乡家找找媳妇去 说一下简单 这个要缘分的 没缘分的用 缘分也要有一个你牵线对吧 是不是 那女孩子跑到你家呢 我要嫁给你儿子 吃 有的时候要缘分没缘分真没样 知道吗 你接了婚都会跑的呀 那都是扯蛋啊 那什么扯蛋 你对我好我会跑啊 你整天打我我会站着你家呆 我啥时候打过电话 就是你没打过我我才不走呀 给你吃你看吃的咸菜 我们我我们那一代 跟现在这一代人的 婚姻观念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反正我说想要你去乡家 去乡家看看谁在的有个好姑娘 我早点在家里退休大带孙子 跳跳纲上了 想法谁都是这么美好的 知道吗 也多少人不想结婚了 趁着我们现在儿子还想结婚 他女儿你没听女儿子说 不要谈什么电话 你看得了我看得了 而且自己结婚 谈料太累了 那是假的啊 你两个人不要谈一谈 你觉得合不合适啊 哪有这样简单的事情啊 所以要父母去把关 婚姻不容多 我们当了游戏啊 要把关呀 我们去把关呀 把关 你不是说先哭后天吗 我乘乘做点儿子的时候 在我爸那里就哭 哭到现在还没看到天 其实现在就是甜 你是没感觉到是甜 哦 甜不甜是在自己心里面 你这个生活你觉得甜 你就是甜的 你觉得苦他就是苦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幸福 你觉得不幸福 是吧 同样的生活状态 感受不一样嘛 你一直我要求的多 你要求的不多 不是 我觉得现在很幸福 因为这种状态已经很好了 你觉得啊 你要儿子结婚了就好 那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吗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 一个月看着结婚的啊 都能看到好多 你看到现在到街上去看看 几个月都看不到一个结婚的 啥状态嘛 啊